所以有點像是那個一座橋 現在都預祝工法 那可能那個橋都已經弄好 現在都把它調上去 把它再固定到定位 所以現在等於是我們已經把資料就位了 再來的話要把這個下載的資料再放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呢我們可以運用上上禮拜講的那個 會員資料讀取跟寫入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之前的練習 那不過我們差別是說我們之前的資料是 用那個什麼檔案的方式一個CSV檔 那這個CSV檔 會員資料CSV我們是下載下來的啦 所以 這個差別是一個是在我們自己電腦裡面已經下載下來 一個是還在網路上 差別在這裡而已 那我覺得倒也沒什麼太大差別 反正就是 管他是在哪邊 一樣可以把它寫入 所以 這邊的話上之前是讀取 讀取的話用那個open的方法讀進來 再 寫進去 那實際上就是把什麼 差別只是說把那個open的這一段有沒有 改成 用那個request.get get下來的東西而已 然後呢 一樣要做split 逗點的動作 只不過這邊好像少了一個就是切那個換行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樣 其實程式都差不多 然後 再來從資料庫讀取 大概就這些 這些步驟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做 第一個呢 我們先 把那個之前 那個 寫入到資料庫的部分 我是 建了一個member資料夾 然後把它放這邊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 是什麼 我讀取 所以讀取的話會需要什麼 一樣要 import 一個sqlite3的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基本上好像之前沒有 有 import 但是 他不需要什麼的安裝 因為他已經幫你內建了 所以不需要安裝 那我們這邊的話產生一個member2的資料庫 然後呢用sql以法呢 去產生一個member的一個 資料表 那一樣做execute 這個動作的話是先建資料表 然後再來就讀取資料 分別再把資料呢 insert into 到 這個資料表裡面 value的話就是 切完之後的 因為這邊有5個欄位 不過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資料呢 只有4個欄位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做改寫的話 1 我習慣上是先把那個 這個 這個模組 先做什麼 先複製 因為我們我怕 舊的東西跟新的東西會混在 所以我會把 這個剛剛的這個模組有沒有 把它按右鍵 複製貼上一下 再來改 不然的話你舊的東西沒有啦 1先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來改 我先確認一下 這個東西 我把它從網路上讀下來 那讀下來這個地方如果我要再延伸到第2階段的話 這個是第1階段 第2階段的話就是後面我把它加一個底線seql 意思就是說我要再寫到資料庫裡面 那怎麼寫到資料庫裡面呢 其實可以把 前面的這個 拿來 加到裡面就可以 所以有點像把兩個拼湊在一起 但是看起來沒什麼啦 應該 只是說你要填控 那我大概給各位 講一下重點 1 我們要先怎麼 import 本來 import是request 這裡的話呢 就要再 import一個 這個seqlite3 一樣啦 這邊下載這兩行不用變 只是 下載完之後呢 可能 下載完之後就要建立資料庫 所以我會把 建立資料庫 這部分 加在這裡 總共會有這幾行 建立資料庫裡面包含什麼 一樣從這邊複製過來改 一樣是 我們利用那個什麼呢 connection的方法 建立一個puck 這個.db 那第二個的話這個都一樣 所以其實我是拿這個來改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建立一個 這個建立一個cursor 利用cursor 去執行 那個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 裡面就是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 名稱叫puck 本來叫member 我把它改成puck而已 那裡面的話呢 我會需要有四個欄位 1234 那可能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特別注意喔 大概就是 相次的話 一樣是integer 對不對 一樣是 數字整數啦 然後呢 停車場名稱用test 這個沒有問題 那 精度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原來我們的 這個是生日 是用daytime 那可是呢 精度尾度的話呢 他的那個 資料裡面 如果你用integer的話 用這個的話 他會把什麼呢 小數點給拿掉 因為integer指的是整數喔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是有小數點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把它用什麼 用double OK 所以呢 精度跟尾度呢 記得 這個地方呢 全部都用double 這樣的話呢 他才會把你的小數點給保留 記得喔 你如果用integer用錯的話 那很抱歉喔 你的那個小數點全部都不見了 那當然 這個地方 你的精度跟尾度就差很多了 因為你會發現精度跟尾度 只要差個小數點 他的位置可能就差了好幾公尺 OK 所以更不要說你那個 這個後面的小數點都沒有 可能差了好幾公里了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那一樣呢 isq 所以這一個部分的話是建一個資料表 上面是建資料庫 資料庫 資料表 建完之後的話呢再來怎麼樣 針對下載的資料 去做切割 所以 底下這個地方切割跟剛剛一樣 我只是改了一行 把原來print 這一行 改成呢 我們原來這邊也是這樣 我把這個 if list 1這邊 編號 因為第1列 我不要讀進 因為第1列什麼 第1列是藍位名稱 insert into 這個東西 不對 第1列不能夠insert into 所以呢 如果我第1列不insert into的話 我可以做一個判斷 如果list 2 裡面的0 等於相次 意思說 如果是 這一列喔 這一列的資料的話 那我就continue continue意思說跳過 跳過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再來1 所以呢 我就什麼 insert into puck這個資料表 values 那就是 1 2 3 4 那特別注意喔 這裡 最容易發生錯誤的 就是說 因為呢 這個藍位名稱裡面 只有停車場名稱 是文字 有沒有 是文字 所以呢 只有那個 這個 停車場名稱 有沒有 第2欄 是1 前後會有單引號 有沒有看到 這個單引號喔 而且非常容易出錯 有沒有 只有文字才需要前後單引號 那如果你是 整數 跟有小數點double 都不需要有這個小數 這個這個單引號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其他不用啊 所以你會發現 其他的前後都沒有單引號 都沒有單引號 他這個單引號 就差很多了 因為很多同學卡在這裡 如果沒問題 SQ 這一行就一定會過 但是呢 如果 通常是卡在這一行 如果你錯了怎麼辦 上禮拜 上禮拜講過 你可以設一個中斷點 利用 出錯模式 去看一下你這個 裡面有沒有出錯 如果有錯的話 你再改一下就好了 這個 最容易卡就卡在這裡 那如果沒問題就把它執行 那我剛把他執行過了 執行完之後呢 你在利用什麼 我們之前講過的那個 SQLite Database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之前講 你就把它開起來 Open他 那我是把它放在我的 Workspace 裡面 找到這個 Puck.db 我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裡面就出現一個 Puck 而且後面還會很貼心的 把我那個SQL 可以顯示出來 那裡面呢有哪一些欄位 不過我剛剛好像有做錯 做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我忘了改了 我好像也一樣可以insert 我看一下裡面的資料 你會發現喔 裡面呢全部 就會被顯示出來 有沒有這些 那總共的欄數 就ok了 所以第一階段就沒問題了 那第二階段的話呢 再把它全部 但我現在是顯示在SQLite Browser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 再利用呢 我們之前 之前 也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Member裡面的查詢 slate 這個來改 有沒有 slate 這個其實可以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查出來就把這邊 改成puck.db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puck 這邊 幾個稍微改一下 一樣可以把資料全部在讀到下面 就是 下載 放資料庫 資料庫呢 再讀出來 等於是有點是先放在 各位 這個 這個有點像什麼你家的水 你家的自癌水一定會有個水塔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直接自癌水公司那個大的管線直接到你家的水龍頭不得了 碰你那個水量大到可能會讓你嚇死 所以通常會先放在水塔 到水塔之後再到你的水龍頭 這個概念其實還 比喻啦 我想這個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請各位類似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的東西就是 1 先把它下載下來 2的話呢 建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資料表 裡面的話 四個欄位 把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呢 再把它全部讀出來 大概這樣的概念 雖然沒有很多東西啦 但是這個可能 要把它做出來 還是 需要一點時間喔 這個 只要一個小地方錯 就很容易出現錯 試一下